《青城夫妇》杨洋 郑爽再次合体,花式虐狗即将来袭,网友,这波狗粮我吃了。 自从杨洋和郑爽合作过那部高甜的《校园爱情》电视剧之后,一下子《青城夫妇》等两人的CPA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,两人也因广大群众的呼声拍摄了许多合体写真。 两人时而对视,时而拥抱,真是甜到小编无法呼吸!郑爽洋 近日,有最新消息《洋洋》郑爽即将再度合体,出演《校园清喜剧大学宿舍生活》,就是类似《爱情公寓》和《武林外传》之类的清喜剧。 但是郑爽洋洋出演的《大学生宿舍生活》阵容却比《爱情公寓》强大得多,嘉宾阵容也是空前绝后。 郑爽洋洋洋出演《大学生宿舍生活》,中嘉宾阵容极其强大,黄晓明、黄博、郑恺、安月熙、马天宇、潘长江等众多一线明星助阵。 小编了解到,在这部《校园清喜剧》中气氛轻松活跃,深刻表现了大学宿舍中发生过的那些真实的事情。 或追选梦想,或从此放纵,活泼互相争吵,或情愫暗生等。 郑爽洋洋 郑爽洋洋的再次合作网友已经期待太久,希望这次他们能给各位观众带来怎样的关剧体验。 话说郑爽虽然之前录制过喜剧总动员、演员的诞生等,基本上对喜剧演员这个行业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,但是洋洋就有点危险了,她没有过喜剧演员的经验,这部电视剧是对她而言一个中的挑战了,期待她的表演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